当地时间5月13日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氏和他的长子威尔士亲王威廉 上演了久违的铜矿画面 在汉普郡机场 现年75岁的查尔斯将曾经属于他的指挥权 陆军航空队的总上校交给了长子 这一交接仪式在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前完成 查尔斯在感慨了即将结束的32年任职后 也不忘夸赞一下自己的继承人 称威廉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飞行员 父子俩看上去心情都很愉悦 按照肢体语言专家朱迪·詹姆斯的说法 威廉似乎自豪和高兴地看到身患癌症的父亲 一度笑得前仰后合 而他们精力充沛地一起散步 则表现出一种轻松和熟悉的感觉 此外 朱迪还强调称 查尔斯和威廉在进行互动时 更多地表现出他们是纯粹的父子关系 同时也喜欢有彼此在身边 大多数情况下 查尔斯·威廉这对父子 是不会在工作期间有交集的 各有各的事情要做 所以能看到他们的互动 也是很难得的 多年前 查尔斯曾在威廉出生时 给朋友写信称 儿子跟自己一样 都有胡萝卜手指 但现在看来 威廉的手指虽然不纤细 但还是要比他父亲的修长一点 当然 查尔斯的手指似乎是一种肿胀 或跟体内循环不好有关 何况他还经历了数月的癌症治疗 查尔斯当天还参观了中瓦洛普陆军飞行博物馆 在那里 他跟别人谈起了自己的癌症治疗 英国陆军退伍军人亚伦·梅普尔贝克 公开了查尔斯与他的谈话 他跟国王说自己因高丸癌接受了化疗 并失去了味觉 查尔斯回应称 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不过 白金汉宫方面尚未证实查尔斯的治疗细节 王室官员到目前为止仅表示 国王正在接受一种未公开的癌症治疗 在成为新的陆军航空队的总上校之后 现年42岁的威廉展示了自己的技能 他坐进了黑色的阿帕奇直升机 飞离了空军基地 这就是威廉当时驾驶的那架直升机 对于他来说这倒也不是什么难事 就像他父亲说的 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飞行员 早就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了 换上新制服的威廉 与他的新部下在一起 有说有笑 很是开心 据悉 因为威廉的容生 身为威尔士王妃的凯特 在当天也收到了来自陆军航空队的礼物 一件格子尼外套 而威尔士家的三个孩子 也都分别收到了木制直升机 这边威廉很兴奋 但与此同时 他的弟弟哈里王子却成了失落之人 据稍早前的报道称 在查尔斯宣布 要将陆军航空队的总上校的职位 交给威廉后 现年39岁的哈里泪流满面 按照王室专家汤姆 奎因的说法 据说哈里听闻消息后流下了眼泪 显然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打击 哈里曾是陆军航空队的一员 并且跟随着这支部队前往过阿富汗执行任务 他对这段经历是相当引以为傲的 有评论指出 如果哈里不跟着梅根源走 这个职位应该会属于他 查尔斯宣布这个任命的时间非常微妙 5月7日 回英参加活动的哈里王子 通过其发言人确认父亲太忙 不能与自己会面的消息两个小时后 查尔斯通过白金汉宫 发布了新的任命声明 据悉 哈里在退出王室时 最让他难以割舍的 不是他深爱的女王祖母 而是他持有的多个军衔 因此 查尔斯故意选在哈里在英国某酒店 暗自神伤的时候 宣布新任命 很难不让人浮想联篇 更有趣的是 哈里的发言人之前表示 不幸的是 由于国王陛下日程安排得太满 这次会面是不可能实现的 公爵当然理解他父亲对日程安排的承诺 和其他各种优先事项 对于自己不能被排在父亲的优先事项里 哈里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委屈和心酸 然而 更让他委屈和不满的还在后面 隔两天后 查尔斯就被爆出了 那几天私下会见了哈里的前好友 大卫贝克汉姆的消息 虽然国王与前英格兰国脚的会面 与工作有关 但这对比是不是也太明显了 国王爹不见亲儿子 但却见了和儿子断交的儿子的前好友 此次威廉与查尔斯的会面 也是父子俩自圣诞节以来的首次同框 这期间 查尔斯三世患癌 治疗到最近刚刚恢复公务露面 威廉忙着照顾妻子凯瑟琳和三个孩子 前几个月也是骤然减少了公务量 再加之父子联动出席公务的机会 本来就不多 所以 这次同框还是挺难得的 当然了 父子俩私下是有见面的 查尔斯养病期间 大多数时候是住在桑德林汉姆庄园和温莎城堡 威尔士一家现在住在温莎 休假时回安莫堡度假 两个地方离查尔斯都不远 消息人士透露 威廉几乎每天都会与父亲联系 了解其病情和治疗进展 查尔斯治疗期间 公务减少了很多 所以 威尔士三宝见爷爷的机会 反倒比之前要多很多 三个可爱的孙子也给查尔斯带去了超多欢乐 另外 据外媒报道 对于哈里和梅根这次的引号王室之旅 查尔斯和威廉都挺淡定 毕竟假得真不了 真的也假不了 但面对的压力也确实挺大 不过 父子俩也再次表明了态度 前BBC王室记者珍妮 邦德告诉媒体 国王和威廉王子坚定地认为 你要么在王室工作 要么不在王室工作 没有折中选项 所以 哈里此行与王室和政府都没关系 而至于之后 王室是否会采取什么具体行动 静待 与此同时 皇室专家的心见解表明 哈里与查尔斯的这种紧张 可能对君主产生更深的影响 因为哈里似乎成为了一种持续的背景压力源 自从哈里和妻子梅根 马克尔在2020年以备受争议的方式搬到加利福尼亚以后 随后又接连爆出一系列批评皇室的轰动采访 他与父亲和王室的关系一直都很冷淡 但是 现在查尔斯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于2022年9月去世后 登基为国王 这种动态变得更加复杂 作为国王 查尔斯肩负着在政治和经济动荡时期领导这个国家的巨大责任 他最不需要的就是来自自己家族内部的不必要的戏剧 然而 哈里似乎正成为国王身边的永恒的刺 成为他的背景压力源 最近的证据是 上个月 查尔斯在哈里短暂访问英国 参加不可征服运动会十周年庆典期间 令许多人失望地拒绝与哈里面对面会面 当时两人只相隔几英里 但没有交集 观察人士对宫殿内部持续的紧张局势进行了推测 在接受皇家报告采访时 著名皇室评论员杰克 罗伊斯顿对这种情况提供了一些有启发性的观点 罗伊斯顿有几十年报道温莎王室的经验 他表示 对于更加内敛的查尔斯来说 哈里已经成为一个太过不稳定和情绪化的人物 让他感到与之直接交流并不完全舒服 罗伊斯顿解释道 我想说的是 在国王这一方面 哈里有时会情绪激动 我的意思是 所有温莎王室成员都可能有这种情况 扎尔斯也不例外 他还描述了一起 令国王深深记忆犹新的事件 有一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 那就是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垂危时 哈里因为觉得 查尔斯对梅根表现出轻视的态度 对他的父亲大发雷霆专家透露 这给人们塑造了一个相当不体面的画面 描绘了在家族处于极度压力之时 哈里失去了镇定 罗伊斯顿明智地指出 这种事情会让人难以忘怀 但最具说服力的是 他说查尔斯现在对于哈里的任何可能会面 都抱有一种漂浮的焦虑 担心会出什么问题 又会是一次消极的相遇 充满敌对情绪 然后他会受到指责 换句话说 哈里王子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背景压力源 国王似乎无法避免地 对他感到担忧和希望避免 即使在潜意识中也是如此 这对于这对父子关系仍然破裂的事实来说 是相当令人痛心的 尽管两人现在都已经年长了 而且应该更加明智 那么 到底是什么触发了如此剧烈的恶化 虽然双方都有责任 但哈里决定退出皇室职务 并随后对媒体进行抨击 无疑是造成最深伤害的原因 在公开批评查尔斯作为继承人 和现任国王所代表的王室时 哈里似乎已经不可挽回地 破坏了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